欢迎继续回到台湾顾问团 我们说数字会说话 那么接下来就带来看看 这个数字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玄机呢 这个是呢 台湾竞争力论坛所进行的 最近一次的国族认同大调查 好那么画面当中您所看到呢 他就问的问题是 请问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我们发现这个趋势有变呢 好那么从这个 103年的2月份到103年5月 那么到现在8月份 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呢 基本上都是往上走的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到就是 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中国人 这个数字呢 比例上好像也是回升 有53% 所以先请教这个施承 你也是两岸专家嘛 就是说您怎么解读 这一些的民调数字 还有因为在今年 你也知道两岸关系 虽然说走到了深水区 但是很多人说 你是不是暂时先停滞了 因为之前有太阳花学运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所看到他所做的 最新国族认同的调查数字 学运的因素 淡化了吗 其实学运的因素淡化已久 因为后来那些学运的领袖 发现他们到 后来发现他们的属性 是那么的强烈 甚至到美国去 还有当然有中国时报 有刘萍作业的文章 大家可以写看一下 那些属性非常强烈 然后到现在两岸 所谓虽然进入深水 徐哥连为两岸的缓和 所以造成大家认同增加 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 这种东西认同你是 所谓的中国人 不见得我不是认同对岸的中国 我是中华民国 所以这种东西 大家不要去把它画上等 但是先会 统计数字是一回事 学理是一回事 可是政治另外一回事 我常讲 一旦到了选举的时候 我想人群很了解 就没有言论自由了 什么叫没有言论自由 就是说你虽然认同你是中国人 或是认同你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对不起这两种说法 在选举里面都是致命的 都会被指控的 于是乎只有我是台湾人 只有这种说法 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对这群人来讲 一会是中国人 一会是台湾人 对啊 一会是一会不是 你如果敢在选举讲说 不要说你是中国人 说你是中国你是台湾人 你也死 光那个对于台湾 对于这种对岸 有那种强烈 这种敌对意识的那些人 不认为你说 你讲中国人就讲对岸 不是讲你是中华民国人 你似乎你的票都跑掉 你知道选举啊 有时候那差就差这么一点 所以我希望我们改变那个氛围 我们可以在任何世界上言论自由 不管你认为你是什么人 我们大家都是爱台湾 不要拿来作为指控的一种借口 我觉得那就是不民主 我的理论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 在成平时期 我们做这种调查 你到时候你去问一些政治人物 在选举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人讲 不是我说是中国人 是我是中国人 我也是台湾人 这种说法你也看不到 好先别不要说 大家为什么是变色龙啦 可是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最近民调显示 53%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这样是不是也等于说 大家也都是务实考量啊 你必须要面对现实嘛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在两岸成平时期 或者是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候 这样子一个认同的比例 它一定会高 所以你会看到说 在这样一个调查里面 它用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还有所谓中国人的认同 那我认为这个数字 到一个比例上面 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但现在民众可能会更在乎 就是说 那这个所谓的民族认同 或国足 它代不代表等于是国家的认同 那这个里面 我认为它会被切做一个 叫做切割的东西 那这样的切割里面 其实也是在做这样一个调查里面 它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即便我民众心里面认为我在协同 可能在任何的方式上 两岸可能是同文同种 那可是到实质上 国家层面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心里面 自动拿一把词把它划开 或者是在那个词之外 我也没有可能把这个词拿走的时候 藉由这样一个 民族认同 或国足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国家认同的问题 能够产生 让两岸之间 我讲更直白一点 就是说 让两岸之间不要那么紧张 不要能够关系更加的和缓 尤其在最近里面我们看到整个两岸关系 因为一个陆委会的一个状况 然后搞得好像两岸关系 似乎又产生一些停滞的状态 即使政府这边再开始讲说 那两岸的关系 不会因为只是一个什么害虫 或怎么样 就产生影响 可是对民众心里面的疑虑 它是存在的 那我想你从中国大陆那边 他也提出来 就是说你如果要用什么匪谍 或什么这样 那必须 你不能够 就是凭空去杜撰一个 那你要有一个确实的是 两方其实在这里面的说法 都有一点在压抑 所以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认同的调查 我认为它其实是有一个参考 可以值得参考的一个东西 可以一个依据 因为它告诉我们就是说 现在民众在当时太阳化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所谓的国足问题上面 或者是这个所谓协同问题上面 它各自在那个地方会被激化 可是实际上回到了一个 你如果看到调查之后 它会回到一个 以前过往调查的一个水平点 那这个水平点呈现出来之后 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水平点 所得到的这个东西 让整个两岸关系做得更好 我认为这个才是执政者 今天我看到这样一个 所谓的国足认同大调查里面 正面意义 它才有正面的效果 可是刚刚施诚也讲 事实上你看是 目前是这个样子 八月份所做的最新调查 如果接下来做 比如说十月做 越来越接近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那个数字肯定会有变吧 那个时候不会有人做这种调查 而且我再强调 刚刚非常同的人去看 国足跟国家认同不一样 新加坡人 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华人 中华人 可是他们最爱的 韩世纪加坡 他们不会突然爱中国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必须要切开来讨论 不要去指控某些认同 就是不爱台湾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接下来几个月 我们都不用看到这个 国足认同大调查了 我倒选完吧 你做这个得不到 政治人物他就 那我们现在不讲这个 对不对 还是做了也不得 我讲